歐洲食物訊息委員會說 不要吃翻熱的菠菜 他要挑戰 雖然人家的名字很大 我覺得我的理貴很冷 所以很冷 有研究說喝紅酒有意 他要更正 我都很慚愧 我當時提倡在醫學會裡面 有一個試酒的晚餐 但今時今日 是沒有一個醫學會 會告訴你聽話 請你喝少許紅酒 近百年醫學界的錯誤 他協助推翻 現在最壞就是 不知道哪一半我教你的是錯的 你就要不斷地終身學習 去求真 去求精 資訊爆炸要分真假 靠的是什麼 是那種的批判思考 會反思 那種的自學 就是他看到那件事情 會有一個問題問了先 問了自己先 歡迎收看新聞透視 有研究說 每天喝紅酒對身體有益 有研究又說 不要翻譯菠菜 吃了會致癌 還有研究說 胃股羊主要原因 是壓力和生活習慣引起 那麼多研究 信哪個好呢 加上一些研究 專家權威這些字眼 就令到很多人相信 有沒有想過 研究都會被推翻 專家是真還是假呢 有多少人敢挑戰權威呢 大學英文University 來自拉丁文 原意是綜合所有知識領域的地方 是專家的搖籃 Albert是港大醫學院的研究生 之前糾結於可不可以用微波爐翻熱青菜 他媽媽看報紙說不能吃 報道引述歐洲食物訊息委員會去年建議 五種食物不是一番熱吃 包括菠菜和其他野菜 翻熱後可能會產生致癌物雅肖胺 Albert的媽媽相信了 做的飯盒不再加入青菜 Albert擔心家裡人不夠菜吃 不夠營養和纖維 容易有腸癌 勸他們不用擔心 不過媽媽相信報紙 也不相信讀碩士的他 有點滾了 我見到媽媽翻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現在的報道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 令到你相信了 既然自己有什麼時間 有什麼精力 那我就索性直接去做這件事 去問一下 之後兩個月的抗爭之路展開 他先接觸本地報社 對方說報道來自英國獨立報 Albert在找獨立報 他們說報道來自歐洲食物訊息委員會 叫他找回這個權威機構 挑戰權威之前 他上網找了很多資料 發現菠菜藥在特定高溫和酸性下 才會產生致癌物質 但產生的量是不是超標呢 他認為簡單建議 不吃事過於草率 如果要評論一件事 是否真的有影響的時候 要參考一些適合的標準 而不是說食物本身裡面含有這個元素 菠菜裡面的燒酸鹽 如何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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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亞蝦胺 這件事是對的 但是未有足夠的證據 去顯示那個含量 是對人在海的時候 你不可以超過討論 信來信往最終他成功挑戰權威 歐洲食物訊息委員會移除相關建議 Albert說房間的健康資訊 分為有害和有益兩類 信錯了有害的不吃還是小事 親信了某些有益的 後果可以很嚴重 如果什麼是有益 那些人信了 但其實是有的 那真是個國人都真是懶惰 所以是真的要小心點 去感受那個資訊 花了一點時間去找回那個 那個鎖匙是什麼 那至少你不要那麼快去行動 這類美食嘉年華 紅酒攤位人氣很高 紅酒來試一下 紅酒有很高的葡萄籽 他對你的血管都會疏通到 還有你的心臟也會有恐怖的補助 哪個講專家呢 我們之前很多看新聞說 一天喝一小杯 其實對你身體都挺好的 差不多很多市民心目中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有這樣的感覺 石泰祖是醫生 之前因為聽到紅酒有益 就開始喝 以前是喝啤酒 烈酒 那可不可以喝紅酒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讀醫科 開始做醫生 大概都是在20多年前 就開始很多醫學的文獻 出來 就說紅酒裡面 有些礦氧化的物質 90年代有研究指 法國南部城市的人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比較低 之後有不少研究指 紅酒含有抗氧化物 適當喝紅酒可以抗癌 但紅酒含有酒精 酒精在88年 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 列為一極致癌物 不應該跟人來說 酒精有益 現在你找不到 世界上任何一個醫學會 或者其他所有國家的 在深層學會會 會告訴市民 喝酒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 給市民的訊息已經變了 就是酒沒有一個安全的份量 剛剛病人送的 醫師 剛剛前幾天給我的 要我試一下 之前做過醫學會會長的石泰祖 在診所放了幾支紅酒 都不是自己買的 他坦言自己了解 紅酒的壞處之後 已經少喝了很多 當時我有些 雖然是有懷疑 因為見得多 這方面 這個有講那個有講 我講一下信 但現在要我想起 這些不是那麼嚴謹的調查 有一些不是那麼出名的大學 或者研究員做出來的事 我都很慚愧 這個是十幾年前的了 我率先提倡 醫學會裡面 就有這個叫做 好像一個試酒的晚餐 游醫生現在仍在建議人喝紅酒 史泰祖認為 性錯權威沒關係 最重要的是不要堅持錯下去 是否喝少一點就會好一點呢 不是 如果你不喝酒的 千萬不要喝 市民都要去追上潮流 不是追上喝酒的潮流 尋規在社會上扮演重要角色 在現代社會上 常見的是理性權威 例如是專家 當你相信了他們講的 有其他人告訴你 其實不是這樣 心理學說 反而可能產生了 backfire effect 逆火效應 你的信念會變得更強 群眾信了某些研究或專家 之後就很難改正 科學界相信了 要改就更難 過去一百多年 醫學界普遍相信 胃潰瘍主要是生活習慣或壓力引起 澳洲的Barry Marshall 十二年前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表揚他推翻整個世紀醫學界的錯誤 發現幽門螺旋軍會引起胃潰瘍 為了證明自己對 84年他已身是軍 我實際上和Helicobacter pylori 我並不建議 其他希望的澳洲科學家 這個程度 必須要保證 你能獲得獎獎獎獎 Barry Marshall 得獎後 也有來到香港 接受中大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 又在中大演講 可能是很可憐 但是現在的事 包括在醫療書中 那些人物資格 那半部分都錯了 所以這就是知識的迷惑 更加悲傷 我們不認識哪部分 這就是讓年輕人發現 醫學界以前不相信 細菌可以在胃裡 這麼酸的環境生存 他自己喝了幽門螺旋軍 將引起的嘔吐潰瘍症狀 寫成論文投稿 成為其中一篇被營用的論文 但說服學術界的工作 持續了近十年 幫了他證明 這個菌是和賀陽有關係 他都很勇敢 和很大犧牲 他喝了下去 再自己和自己做胃鏡 發覺真的有發炎 在香港 我們這一班的醫生 和研究人員 加多了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證明到 如果我只是用抗生素 來去醫幽門螺旋菌 溃陽就會好 並且是不會翻法 也都不需要 制止胃酸的分泌 本身是腸胃科專家的 中大校長沈祖堯 回想當時研究 怎麼醫胃潰瘍 也是摸著石頭過河 很多人對幽門螺旋菌半信半疑 都很多人全有懷疑 因為一百年來都是這樣說 培陽已經不再是胃酸分泌 而且胃裏面有隻菌 那隻菌會令到培陽是一種傳染病 一個改變了大家的概念 一個很驚天動地的發言 當年沈祖堯團隊想發表研究 但很多期刊都不肯登 因為很多人還不肯相信 短時間吃抗生素 就可以令這個困擾人類幾千年的病根治 事實上是由我們直接無名 因為一個這樣的發言 改變了全世界對於 醫胃潰瘍的醫治的方法 香港突然間成為了一個 很出名醫胃病的地方 有很多事情 尤其是大家都已經接受了 這種思想的時候 你要改變是難的 但是科學就是這樣的 不停地挑戰以前所說的事情 尊祖堯現在仍然堅持在前線教學 這天他透過診症 教學生不同病症的特點 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很敢挑戰教授 因為他們很高高在上 但是我覺得今天一個學者的精神 應該是多一點的 因為我可以放下我的身段 和你一起去求證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會有幽門螺旋菌的發言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會有很多 現在今天新的一些的概念 就出來 要挑戰科學權威並不容易 但要判別是非真假 任任都可以 怎麼做呢 下一節再講 哈佛大學的學者 做過一個心理實驗 找人排隊影印的時候去打尖 如果跟前面說 可不可以給我先印呢 大部分人都會不肯的 但是他說 因為趕時間 就大約有九成人會給你先印 而最有趣的就是 說因為自己想影印 都一樣會有大概九成人答應你 大部分人並不理會理由是什麼 只要說有理由就會相信 理由是不是這樣呢 一大早不留在客室 穿著實驗袍 就是為了上這架流動實驗車 做個小小科學家 你告訴我 你手指上面有水管 但你又看不到水管 對不對 今天我們做一個實驗 去證明 你手指上面呢 是不是真的有水管的 這班小學生今天做實驗 看看不同的洗手方法有什麼分別 現在中均碟 引一支沒有洗的手指 煮回你皮膚洗就可以了 然後分別用清水 肥皂液 酒精搓手液 和酒精消毒 濕脂精清潔 要吸住它 你不要碰到任何東西嘛 因為你要比較洗手次 和洗手後的分別 小學做實驗一點也不馬虎 還要中兩天的菌才看到結果 酒精止沒有手 藍色圈洗澡 紅色圈呢 是洗澡 是不是很乾淨 結果發現用清水和肥皂液之後 還有很多細菌 嘗試挑起他們的問題 他們的疑惑 還要讓他們想清楚 究竟一般坊間 或者他們自己有個概念 就是洗完手一定乾淨的了 帶領這班小學生的崔校長說 做完實驗之後 學生的態度和洗手的方式 都不同了 他們有點驚喜 飯前飯後洗手 用鹼液 原來不是最乾淨的 原來最乾淨是用酒精去抹手 或者一些坊間的說法 未必是最好的 我希望資訊爆炸年代 學生有這樣的想法 不用說會有一件事 都是別人說了我接受的 這班中學生想試一試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殺菌 有沒有些什麼 日常生活 醋 汽水 醋你覺得有的 還有嗎 鹽 芥末 芥末 芥末也挺有趣 他們把芥末加到實驗裡面 好 我們一做之後 就再做下一個活動 現在裡面養著菌 現在停了一部機 先 對了 那就拿一支細菌 溶液出來 對了 這次測試的還有洗潔精 鹽水 牙膏等 結果過兩天就知道 這邊不行 我失望 牙膏呢 牙膏呢 牙膏又怎樣 牙膏六號那裡 其實你見到旁邊也很生 即是古代的時候 人家都說 如果有傷口 塗鹽 心的靈彈 就會消毒到 但是它在這裡 鹽水 根本也沒有消毒 因為牙膏的包裝 他經常說 殺到99%的菌 但這個演字是沒有殺到的 自己試了才好生 真的 不要一開始 只信人 你可以先聽著 但是不要相信 負責帶實驗的施老師說 做實驗只是拋磚引玉 芥末不行 但是同學已經馬上說 不是 應該用新鮮的來做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的 就是說它有反思到 其實我這件事是未停的 是那種的批判思考 會反思 就是這件事是 還有那種的自學 就是它見到那件事 會有一個問題問了先 問了自己 食物掉到地上 馬上撿起來吃就沒問題嗎 他們也驗證過 他們見到有三秒定律 有五秒定律 然後就在那裡聊 我說是否可以 然後他們就自己再上網問 但是他們就找不到一個 很確實的文獻 我說好啊 不如試一下一起做 他們做完事後 他們就會再看 不過其實我放了五秒 和放十秒 和放十五秒 其實做出來的菌 其實沒有大分別的 所以你說五秒裡面 之內撿回來吃 其實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在這裡 測試完洗手和殺菌 就到乾手了 這幫善導小學的學生 由中學生帶領 測試不同乾手方法 會有多少東西 參與在手上 用樹葉的目的其實 就是把手弄髒 把手弄髒和洗手後 用不同的方法乾手 分別是擦手指 毛巾 乾手機 和自然乾 搞定之後 就要出動這支棉花棒 這裡用棉花 就塑上整個手 那些有機物 掃完之後 就可以放入讀樹基 看看剩下多少殘餘物 搞不好 他們得出數據 用乾手機 毛巾 參與物比較少 可以盲目相信 就是可能報紙 如果報道的話 你要分析其他報章 究竟是怎樣的觀點 就是有些可能 說毛巾手指好 有些也都說乾手機好 那我們就要比較一下 就是他們在衛生方面 在城管方面 和毛巾方面 這些方面 去探討一下他們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好 做完實驗 老師就叫他們辯論一下 那我想問你們安全性的問題 有沒有考慮呢 有些電掣是會有些蓋蓋住的 那如果你真的說想去廁所 你可以買一條毛巾的 那你說出街買一條 那你就每次出街都要買一條 自己做還不夠 還要請不同陣營的人 來學校演講 首先是環保團體代表 然後就是乾手機公司負責人 最後是大學學者 曾經有一個研究 將12個研究結果 去做一個系統的分析 那他發覺其實 用毛巾手指的確比較 是容易有效去乾手 如果舊式的乾手機 細菌的滋生得多些 譬如醫院 或者一些診所 他們需要結手 規格是嚴謹一點的時候 一般都不會安裝這個乾手機 其實我真的是抹過來 孫桂芳是公共衛生專家 早前大家熱烈討論乾手 他自己也有跟進做過簡單實驗 看看多用一張擦手指 是不是會乾淨一點 結果呢 用一張紙和兩張紙 其實又看不到很大的分別 最重要的訊息就是抹乾手 如果沒抹乾手 其實是帶著很多細菌的 自己作為專家也提醒其他人 不要因為專家兩個字 就完全相信 都要看一下他的背景 是不是真的在這方面 真是專長 也都我想 當你去看一些研究報告時候 我也都會看回 究竟他做過研究的過程 是不是真的 根據一些科學的方法去做 數據夠不夠大 你訪問我 我的天文學家 健康那方面的資訊 你都要想一想 這個人是物理來的 他應該不太熟行 這一點 我告訴你 是不是 喝紅酒可以二年益壽 你都不要相信我 因為我不認識的 余海峰是科學專欄作家 也是物理學博士 經常在網上寫相關的科普文章 他擔心社交網站 傳播的資訊越多 大家的求證精神越少 你會變成懶惰 慢慢失去分辨資訊的能力 所以第一件事是不可以懶惰 一定要嘗試去自己 去搜尋一下 你看一下出來的結果 如果全部都是那篇文的 那就很大機會 這個來源 是唯一一個來源 而且不是那麼可信的 第二就是你看一下 這些來源 可能就是 NASA 或者是 某個國家的政府 發放出來的 那些消息來源 就會比較可信 是不是 而聽三分假 眼看未必真 余海峰認為 真相在於自己用方法去求真 簡單一點的資訊 你可以用手來做 會有什麼後果 蝦撒賣 某些海鮮 就說會中毒 那你問一下身邊的人 或者你可以自己試一下撒賣 因為這個其實是科學的 一個基本的精神 不要說那麼大 只是說到我們日常生活的 我們可以接觸到的 小小物理的知識 化學的知識 其實是可以 我做到的事情 你都可以做到的 他強調科學不是投票 人多不一定就是對的 你不會說地球上面99%的人 都相信地球是平的 地球就是平的 當你有了一個獨立的思維 不需要理會那些輿論 究竟說什麼 打開Facebook 全部人都說我錯的 那你會自己不舒服 但這個只不過是 你的人心裡面 那個感覺的問題 但是這個科學 不是投票來的 孟子說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不枉耳 怎麼可以看著千軍萬馬都直衝呢 重點是在於反省的反 不論你強度可以挑戰權威 或者只是上網看多一兩份資料 只要有質疑的精神 留言就真的可以止於自責